想象一下自己的作品 如果有一天能够成为像那个哈里波特这样的 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这样的认可和关注 有想过这种感受吗 这没想过 没想过 我觉得我最最大的特长还是写那些就是脑洞大开的故事 但我觉得就至少在世界观的故事里面 我是觉得我自己做的是非常有特长的 就很少有人能够建立完整世界 我现在马上就写下一部小说 第三部第四部都排在后面 都是架构非常复杂 人物关系很复杂的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就写得比别人好 我的天赋一直处在脑洞内的绘本 是我的天赋 真相信是我的天赋 但是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大量的世界观 国外的所有的故事 到哈利波特这样 它那个魔法世界是经过无数的小说人写的 我们中间古典 中间最多出了白话小说 然后到当代 中间缺少一个联系 所以我一定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它完成 这是有的那个死命感所驱使的 对 感谢观看